吉祥祭 提箱機呢,是要用單向電 一般如果說是電裡面的那個 電線,最好是用粗一點的 這樣不容易導致電線發熱 這裡是調節溫度 就是我們要設一下時間 這是時間,調時間 比如說我調個半個小時 這是半個小時 這是小時,這是半小時 這個呢,就是調溫度 比如說,我覺得要調 60度 60度 這個開關 這個開始 啟動 啟動之後呢 這個現在顯示的是,現在的溫度 時間呢,就是要到這個溫度到了 才會,這個才會降下來 時間才會跳 一般根據不同的茶葉 根據個人的技術口感 來調節時間 來調節時間 1-140度 海鮮呢,是 40-60分鐘 溫度90-120 發生 是5分鐘到10分鐘 溫度90-120 這個 只要根據自己的調節方法 不同的 來調 這個 這是說明書 我們 這種機子 是不能碰到水的 比如說,這邊水 給它放到這邊下去 或者哪裡 底下有輪子 兩個輪子 四個輪子 可以推動 現在溫度已經到了50 我們看它會不會跳 它到了60 溫度到了60 它就會跳 1-4 2-3 1-4 1-4 1-4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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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 燈開始變了 開始恆溫 發熱師的工作